因为在你看的这起案件 您还有些印象吗 这是台中神刚的统失案件 当时蔡姓嫌犯就被法官认定 他杀害陈姓男友 而且还用水泥封尸 三审定义 他是被判了27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 这个是台中国民法官审理的 第三件的刑事案 这个案情其实是非常的复杂 那么他靠的就是间接证据 认定被告就是真凶 好 主要是检察官所提出来的证据 被告没有办法解释 没办法解释什么 比如说为何他会载着男友 外出之后冒用男友的电话 来传讯息 伪造是躲避债务人消失的情节 接着他又租了厂房 又买了水泥桶等等 这些的间接证据 统统都是国民法官定罪的原因 2022年10月台中发生震惊社会的神纲统实案 涉案的蔡姓女被告从法院出来 看到记者拔腿狂奔 蔡姓被告否认杀人 死者是他的诚信男友 检警查出他和男友至少有157万元的借贷 也因为交友问题 两人经常吵架 2019年3月4号 被告开着男友的车 载着意识状态不佳的男友 两度入住气着旅馆 3月5号下午3点多冒用男友电话 传讯息给男友女儿 营造出男友躲债不能回家的情境 3月14号和房仲约好 租下神纲区这间厂房 检警怀疑这时他男友已经遇害 3月16到19号 他买了搅拌机橘色塑胶筒和手套 还有防水蓝色保洁电 和透明大塑胶带 3月24号早上6点开车到工厂 带着保洁电塑胶带 将男友遗体包了6层 再放进橘色塑胶筒 用水泥封住气湿 一直到三年后 他的男友遗体 才被民众发现报警 这件案子是第三件 由台中的国民法官审理 过程中被告只坦诚租厂房买水泥 坚称没杀人 但看到检方提供的证据说辞都不上 男友死前和被告的行程有重叠 因此国民法官以间接证据 判定被告是真凶 证据他是累积跟堆叠的 也许比较难去抓到 他直接证据的部分 利用很多的间接证据 来证明说 确实有检察官起诉的犯罪事实存在 二审跟三审都去 肯认他国民法官的认定 我认为这样也是蛮有代表性的 国民法官认定蔡新被告杀了男友 一审判 二十七年六月被告上诉 二三审法官都认同国民法官的判决 因此驳回上诉 全案定验 而国民法官借由间接证据认定 被告是凶手 并且判刑定验 缔造了施法史记录 华氏新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